Hello 大家好 今天大家看 你怎么又是一盒那个日文版 那那个当时也是价格好 而且这一盒是BT05是之前没有的 那么我打算开一下 然后在开这个之前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正好入手了一个就是 Auto Pro的一个收纳盒 Auto Pro的收纳盒 那么因为这个 我现在卡组也多嘛 上次买的几个我觉得不够用 所以我后来用那个就是 就是买了买了 买了一个嘛 然后Auto Pro的跟我之前买的另外一个牌子 可能有些不一样 但是这个好像看似是 人造格皮的一样 然后大家可以看它是这样可以打开的 然后可以放卡 它是这样横着横着放的 然后呢 上面的也是可以打开的 就是可以放一些小的 就是一些东西吧 所以这一个呢其实也是属于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它的图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对自己有用的话 大家其实也可以到相应的网站去看一看 看一看 然后我们今天咸咸小区就来开这个第五弹吧 第五弹 第五弹这一个 其实啊 这个就是我也不知道究竟啊 这个盒子还稍微有些坏的 那么也没有办法 这里面第一张就是一张广告卡 广告卡 然后我们现在先开吧 先开这一组吧 然后 之后啊 下一个视频我来跟大家说 就是美版跟日版的不一样版 然后不知道这一系列可以开出什么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嗯 那么先开之前哎 还是惯例跟他说 哦 这总共有112张 然后两张特别的 然后44张普通卡 超级普通卡 30张 然后26张好卡 26 10张超级好的卡 基本是这一个系列啊 嗯 这样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大致的一个讲解了 对吧 哎 然后这是一张技能技能卡 嗯 这一个是奥米加兽的一张技能卡 对吧 技能卡 然后这个是巴鲁兽 然后这一个兽不认识 哎 这个应该是个恐龙兽 然后这个是个个鸵鸟兽 鞋鸟兽 哎 然后哎 这个是日本版的一张技能卡 哇 日版一张 就是一包才七 才一 哦 才六张 美版好像是七张吧 哦 这个日版好像这个就就有些水 但是是日本吧 这一个就是 但是图案是比较好看的 它跟美版不一样 美版的它后面是一个就相当于一个list吧 而日版则是好像就是一个广告广告图案 哎 然后这是一个垃圾桶兽 然后这是一个什么兽 哎 这个兽当时第一波看着我觉得这个龟可不是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是圣盾 圣盾 圣盾 哎 然后这个是奇鸟兽 这是当时奇鸟兽 哎 开到了一张SR卡 开到了一张黄色的SR卡 不错的 哦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一个系列 它这个颜色是两张 一张黑 一张 一张白 哎 这个还是不错的 这个颜色啊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还是不错的 嗯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卡有 有什么期待 因为开到现在这个也是开的不错 哎 这个好帅 哎 哦 也有可能是我第一次开到这样一个系列就觉得哇 每每一张都好帅 然后这张应该是蛋卡哎 这张不错 然后是阿和跟太一的两个人的双卡 这嗯 因为像这一系列就是属于它后面就是需要组合技能了嘛 一开始只是就是大家单独的颜色配 因为到后面像奥米就是奥米加兽这样一类的神奇 哦 啊 不是神奇宝贝是数码宝贝 它需要两方颜色的合体才能才能定化 哎 这个也是不哎 终于开到一张黑色卡了 然后这是一张红色卡 哎 这这张画的挺Q版的挺好看的 然后这张是之前看到过的 哎 好 然后这是一张什么兽 这是一张什么兽 对吧 哎 所以说这一系列吧 好像看着还是不错的不错的 但那个这个 哎 就不知道他的 这个SEC卡的一个暴击率 暴击率如何 对吧 这个这个就不知道他的一个暴击率如何 然后我到时候有空也要看看就是线下的玩家 线下的玩家 他们就是在比如在北美亚固就是在北美地区 你用那个美满卡他们认不认 哎 这张卡其实不错的 嗯 这张卡他属于类似皇家骑士团的一位 他那个效率还是很高的 是我觉得他应该被叫为人型系主码宝贝 人型系数码宝贝 当时就好像是有 是有这样一个的说法 他是人型系数码宝贝 日版还是有日版的优点的吧 哎 然后这是一个当时被 被那个墨兽杀掉的 哎 这个手背兽是悬念老人当年乘坐的 他那个就是由于乘坐这个机体 不小心把我们的迪乳兽 迪乳兽给掉下去了 所以迪乳兽后面才一直 就是会 会那个才会有很多怨念吧 怨念 哎 我倒奇怪 他现在一包只有六张 我下次到要 要再 再去开开美版 说美版一盒到底几张了 他现在只有六张 哎 这张是那个 哎 这张不错 这张蓝色的不错 哎 然后是这一个 哎 这张又是一张白卡 又是一 又是一张白卡了 哦 所以说 我觉得他在后面开放就要开放四人作战系统了 我觉得啊 这个不知道我那个猜想对那个对不对 但是到现在好像哎 这张是那个什么狙击之兽 哎 然后张是 寿人加鲁鲁吗 寿人加鲁鲁吗 哎 然后这是一个恶魔系的一个兽 哦 凯撒瑞爪这个应该是类似的 就是像这一个兽 当时这个好像还是很难对付 因为好像这样就是它是启示鹿兽的的前两个阶段之一吧 对吧 启示鹿兽大家就知道好厉害的 当然是动画当中了 其实游戏当中只要有等级压制 没有一个厉害的对吧 好 然后我们接着再看哎 哎 开到了一张SR卡 开到了一张这个黑色的SR卡 哎 我也不知道这张SR卡属于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日本的卡包啊 这一个就是盒子就比美版的大 因为它上面这个就比较大 然后这个是垃圾桶兽 哦 这个就是它的相应的一个技能 这个什么说 蜗牛说啊 这看都没看 哎 这个是一个还像 哎 这是一个技能的 哦 这是一张红色的非常健康 非常健康 好像这一包开下来没有什么好玩呀 没有什么 当然就开一盒 可能也是开不出什么好东西的对吧 然后我们接着开 哎 这个哦 基本就是好像没有了 所以这一系列 哦 就白卡开到几张 所以这一这一个系列已经白卡 但是我觉得像这一个系列的就是记忆点的卡数啊 我觉得它那个它那个设计的还是比较好看的 它后面会有这个广告图 这个就比嗯 跟没跟美版的各有春秋 哎 这里还有一包忘记 它跟美版的各有春秋吧 所以也谈不上哪一个特别好 哪一个一般 所以还是我那个觉得还是见仁见智吧 所以我们接着开这个 哎 它现在好多的时候的颜色 这个都是配色就已经 就已经 这是一张二卡吧 紫色的二卡 就好像跟我们感觉有些不一样 然后我们今天的视频啊就开到这里 然后我会在下一期视频啊 把把那个后面的十二包开完 那么像这个我就期待美版的的那个 嗯 那个零五吧 因为美版的好像进度啊 比日版晚很多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很高兴为大家做视频 谢谢